大疫苗 哪疫苗的第二類對象 捲入高官特權強打爭議 結果發現中央加地方官員 造冊約三萬人 高達九成來自地方政府 申報的名單 遭指引與老百姓搶疫苗嗎 因為快採血 就會又覺得 像怎麼又等那麼久的感覺 年輕人很多還沒煮 我希望人家先煮也沒關係 等到天荒地老 大學生快開學 也未見接種通知 各縣市提報人數中 彰化縣八千兩百三十八人 高居全國之冠 雲林縣五千四百九十九人 列第二名 其次南投縣四千七百一十人 而嘉義市也擠進排行 前四名皆為藍營執政 佔總數77.4% 有七千八百九十九個是林長 害他們讓中央認為他們是官員 針對這個 我們再次的跟這一些林長 抱歉 話說得很重 彰化縣長王惠美親上火線 他解釋地方官員之外 絕大多數是第一線發通知單的 林長 村里長以及村里幹事 我嚴重懷疑 這八千多位深圳的林長 可能不到一半 但是造冊的如果不是林長 是由縣長的籌用名單 這部分我身為縣民的 我身為基層的一些民眾 我們都不會認同 有一些民意代表 甚至是地方的民政處 直接造冊進系統裡面 那甚至還有一些 我們的縣市議員 也是地方政府 直接就讓他們開打 那這個其實都是地方政府 無限的擴張自己的權力 提報人數中的第二名是雲林 包括地方政府官員 鄉鎮市公所人員 及支援快篩快打的縣府人員 村里領長同樣列在其中 也因為藍營各縣市申報名單 破了光 慘遭打臉 三連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國民黨講到疫苗議題 對準民進黨猛貼標籤 質疑政府高官強打 第二類特權疫苗 至今超過21.6萬人登記 但是這些人大多是地方提報 有些地方政府 又直接把有官職的 才列在就是說 地方的重要的官員 那有一些是把相關的 防疫的人員或者執行檢疫 比如說李林長這些人 也就放在官員的裡面 根據指揮中心公布數據 第二類官員名單 行政院造冊的一千七百一十人外 其餘都是地方政府造冊 最多的四個縣市 分別是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以及嘉義市 不僅都是國民黨執政縣市 更佔了第二類的百分之七七點四 來銀罕特權疫苗 卻打到自家人不得不趕緊改口 曾經濟估第二類是九萬人 一下子膨脹多了十萬 如果這個職稱是重要的 部分的人也覺得是OK 因為他們也是協助地方非常多的事物 現在的問題是名單變胖 可是又不告訴大家具體的職稱 第二類名單被說變胖了 仔細分析從六月二十號 十三點九萬人登記造冊 一個半月不到的時間 卻已經來到了二十一萬六千人登記 超過二十萬人施打 而且第二類官員們還能AZ 以及BNT疫苗任選 民眾也有話要說 民眾不服氣 儘管地方縣市被點名 卻只能強調登記造冊完全合法 如今國民黨不斷緊咬了第二類名單 卻發現自己打臉 習日訴求如今讓人難以幸福 三天新聞李正道 陳雁豪台北參謀島